今天Vogue美炭要去探访龚俊的化妆间 我发现他真的很喜欢Q流程 这么有趣欢乐的俊俊子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女孩子跟你约会的时候 你发现对方的口红沾牙了 你会怎么提醒他 那肯定没有用3C一倍 肯定没有用3C一倍 如果不考虑收入多少的话 你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没有想过 以前小时候想当一名出租车司机 因为到处都可以开车去 我非常喜欢开车 然后小时候还有一款游戏 找出租车司机 疯狂赚钱 我永远都是台阴阴 比我小伙伴玩得厉害 因为游戏所以种草了一个职业 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两首歌是什么 周杰伦的歌 最容易偶遇到你的地方是哪里 现在不太那么容易偶遇到我 每天在被工作查一遍 对对对 最能偶遇我的一种片场 片场你也进不来 片场你也进不来 接下来准备了两组词 造一个剧串联起来 第一组词 MAYA口红霍言 霍言去逛商场看到了口红 这个口红实在是太好看了 买了一套送给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说 妈妈简直太好看了 灌落就是一段话 大学生看剧分手 大学生去电影院 小看悲伤的电影 以免分手 上一期Vogue美探的主人公 陈晓也留了一个挑战 我会找他去理论 如果你是我养狗 我会轻易把他交给别人 除非交给很新来的亲戚 你也给下一个 过我们给他们主人公 留一个问题来 你斩斗了要怎么处理 是自己挤斗吗 是自己挤还是别人挤 好了 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下次再见 有没有机会去你家里探访 去我家里探访 可以啊 你吓到 是有点吓到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